Swiper是一个幻灯片或者叫旋转木马组件 在小程序的页面上可以添加一个幻灯片 这里我们先用一组Swiper 幻灯片里面的每一个项目可以单独用一个SwiperItem这个组件 它里面包装的就是可以循环显示的幻灯片的项目 这里我们先用一个Image组件 在项目里面去添加一个图片 在这个Image上面去添加一个SRC属性去指定一个图片的位置 在Nin号Images这个仓库里面有几张图片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 复制一下图片的地址 把它粘贴到SRC这个属性里面 然后再复制两个项目 修改一下项目里面的这个图像的地址 复制一下 再把它粘贴到SRC属性里面 每一个项目都让它使用不同的图像 再打开页面的样式文件 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Image组件的样式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的Width 这个属性的指示设置成100% 现在页面上就会显示一个环灯片 可以左右的滑动显示环灯片里面的不同的项目 Swiper组件有一些属性可以配置这个环灯片的显示 还有一些行为 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个IndicatorDots 让它等于True 这样会在环灯片上面显示一组指示点 IndicatorColor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指示点的正常状态的颜色 可以使用一个RGBA来表示 颜色是白色 不透明度是0.3 IndicatorActiveColor 设置的就是这个激活状态下面的那个指示点的一个颜色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白色 这些指示点可以提示用户环灯片里面有几个项目 当前显示的是哪一个 这个SwiperItem可以去用一个WX4循环来显示 我们可以先在页面的主逻辑的初始数据里面去添加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就是环灯片里面的项目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添加一个Images 它里面就是一些图像的地址 然后回到这个页面的试图文件 可以用一个block 它可以去包装一块试图 这个block并不是一个实际的组件 因为这里我们不需要去使用一个多余的组件 在它上面我们加上一个WX4 循环一组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页面里面的Images 在它里面包装一个环灯片的项目 这个Images的ISRC属性的值 我们可以去绑定一个Item 这个block里面的东西 有点像是环灯片项目的一个模板 保存 这个页面上仍然会显示之前的这个环灯片 是环灯片的东西 是环灯片的东西